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吴征被FBI的保护令保护 龚小夏因为贪污受贿作假 被国会和FBI调查 这些事情要从何说起呢? 我们看一下郭先生这两天的直播 他在7月8号的直播当中说 吴征把美国前FBI官员弄到北京去蓝金黄 上个星期一个记者说 他们确切的获得了消息 吴征是受美国FBI保护令保护的 吴征是真牛啊 吴征是在美国申请的正式的间谍 合法的间谍 美国公民上海情报局工作的 所以吴征肯定是双面间谍 在郭先生最开始在2017年爆料的时候呢 就说过吴征是间谍 掌管着海外中文媒体 而且呢是从小就培养的 级别非常高的一个间谍 郭先生呢还放过录音 在录音当中呢 吴征说他代表中纪委 向郭文贵发出最后的通牒 非常非常牛哦 而且还提及了 博讯收取李友的钱 进行有偿新闻 我们知道呢 博讯呢也是假政批产业链的一部分 吴征的亲自为博讯敲诈郭文贵 数百万的删除文章的费用 在后来呢 郭文贵又爆料 吴征伙同刘特佐运作 要把郭文贵先生呢 遣返回大陆 贿赂了美国司法部的前官员 后来呢 纽约时报呢 也报道过这件事情 该官员呢 已经在法庭上认罪 而且呢 说出了很多大量的信息 在这中间呢 就有刘特佐 还有吴征运作呢 把郭先生遣返回大陆 在郭先生的爆料当中呢 我们逐渐知道了吴征的真实面目 还有杨兰 钥匙兰 2019年的10月25号呢 郭文贵说 吴征是正式登记注册的间谍 作为查哈尔学会的代表 在美国司法部登记的编号是661 正式登记为特度 在2019年 就是登记为特务了 今天呢 又报出了吴征运 FBI保护令的保护 我就想知道哈 CCP的那边 隋近平习总加速师 是怎么想的 中南科呢 我们知道专门有一个小组啊 听郭文贵先生的直播 听路德访谈的爆料 然后呢 每天要向上汇报 这些写材料的人呢 每天都要绞尽脑汁要想 不要太激怒了上面的人 然后他要把实情给抱上去 如果实情抱不上去的话呢 将来真的发生了某些事件的这些人 还要吃不了兜了狗 所以这些人呢 其实生活也是很悲哀的了 所以经常呢 看到郭文贵的 或者路德这边一说什么 然后呢 国内的胡锡进胡雕盘 这个呢 雕盘雕的是非常好的 环球时报的 有很多读者的哈 就整天挑动民族主义的那个 胡雕盘 还有呢 哎呀 外交部的 也叫断交部的 华春莹啊 赵立坚呢 等就是立即出来反驳 就说呢 这边一说什么消息了 那边就立刻反驳了 也挺搞笑的哈 现在呢 爆出了吴征都已经受 FBI保护令的保护了 那CCP的高层就开始琢磨了 那吴征透露给了 CIA或者FBI 或者美国政府 什么重大的信息 如果吴征没有把CCP高层内部 或者是某些机密的重大的信息 给了CIA FBI 或者是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 或者是军事部门 FBI怎么会出保护令来保护他呢 所以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信息 才能出保护令来保护他 所以呢 我就现在想琢磨 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习近平肯定也有人向他汇报了 今天郭文贵说的这个直播里边 有关吴征的信息 孙力军都能被抓起来 然后呢 孟建柱都已经在医院里边 被习近平给弄得病重了 我们可知道啊 孟建柱可是有六块腹肌的啊 然后经常把报告方给弄得什么 晕过去了那么一个人 那就是说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怎么被明镜放出来病重呢 那一定是给他下了毒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给他弄得病重了 就有点像徐才厚一样吧 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想习近平能不能饶了吴征呢 这个就是我心头的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了 进入到2010年以后 逐渐的感觉海外中文媒体就改变了风向 就是说五毛增多了 舔共的文章增多了 后来呢 听郭先生爆料 说明白呢 吴征是运作掌控海外中文媒体的 当时就特别希望美国呢快点把吴征给抓起来 但是呢 现在三年多过去了 吴征呢 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而且还有FBI的保护令来保护 看来呢 依靠美国是不行的 现在的话呢 就只能依靠习近平 习总加速师的手腕了 看看能不能把吴征给抓起来 我实在是不喜欢吴征这个吴胖子 我们再看看7月9号呢 郭先生又爆料了什么 在7月9号 郭先生的爆料当中说 龚小夏因为在VOA 我们知道就是美国之音 可能涉嫌贪污贿赂 还有给中共的很多人提供方便 包括所谓的民运分子 上去参加VOA节目 涉及各种贿赂 当时呢 郭先生就那么一笑 有点斜斜的那么一笑 这个贿赂包括不包括什么 那个塞克斯的那个贿赂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龚小夏呢 在整个VO期间 制造了许多虚假信息 虚假报销和贪污 哇就和国内的那种当官的一样啊 表面上特别清廉的不行 等了一查的时候 家里都有发霉的钞票 在床底下 天哪 国会FBI BBG 就是广播局 进行对VOA的龚小夏呢 进行全面的调查 包括龚小夏当年 为什么要替中共游说 最惠国的待遇 都要进行调查 龚小夏参与了 跟吴征等人在华盛顿 给共产党的各种国有企业 在华盛顿的游说 我们再看下一边 然后呢 一个记者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一个记者 给FBI打电话 然后呢 这个记者说 听说你们调查 郭文贵和班农呢 FBI说胡扯 从来都 FBI没有任何 对郭文贵的调查 更没有对班农的调查 说华尔街日报呢 是百分之百假的 但是这个记者呢 就告诉郭文贵 FBI呢 在调查龚小夏的事情 就是刚才说的那一些个 一系列的 什么贪污啊 贿赂啊 造假啊 或者是游说中共 然后呢 给中共呢 优惠国的待遇 龚小夏的 我们知道 是在2017年的419断播当中 一夜火爆 一夜爆红的 之后呢 他和东方等VOA的记者呢 被停职 接受调查 他还请律师呢 要与VOA 就是美国之音 来打官司 在这期间呢 他还与曹长青老师 郭文贵先生呢 做过节目 在2017呢 哈德逊 郭先生演讲呢 没有成 我们知道是由于 受着大陆的那种 威胁和压制呢 在哈德逊的演讲呢 就是说取消了 但是后来呢 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郭先生呢 邀请了龚小夏参加 然后呢 龚小夏在郭文贵的 华盛顿记者会议上 还赠送给了 郭文贵先生一只碗 说是呢 一百美元给逃来的 那时候呢 对龚小夏呢 女士 这个龚小夏博士呢 是敬仰有价 深深的同情她的遭遇 然后呢 还想着 要不要捐点钱 让她去打官司呢 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直到后来 2019年的11月29日 郭先生直播 说龚小夏与法治基金 闹了矛盾 说龚小夏主动去一个 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司呢 去作证 来指控郭文贵先生 才知道呢 龚小夏呢 是与中共有勾结的 她呢 拿着中共的钱 要挑拨郭文贵与班农的关系 并且呢 郭文贵与龚小夏呢 辞去了法治基金 董事的职务 我们再看下一边呢 是怎么样 往下发展呢 到了 在VOA 断播三中年的时候呢 郭文贵详细的解释了 她当时 为什么选择去VOA 我想 哇 天哪 真的是一个战略大师 三年之后呢 才告诉我们 当时 为什么有VOA的断播 为什么选择去VOA 看来的话呢 就是说 郭先生呢 要推翻CCP 推翻中共呢 真是有长久的策划的 再看她为什么选择呢 龚小夏来采访郭文贵呢 因为王岐山已经知道 郭文贵来对付她了 是从胡舒立那知道的 我们知道了 胡舒立是王岐山的人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郭呢 必须要选一个中文媒体 来点起火来 郭文贵呢 其实我们知道 跟马健非常熟 跟张悦也很熟 跟国安部呢 的内部的人士呢 那也是很多很多 都是像哥们一样的 所以呢 郭文贵知道 龚小夏是在美国的沉默力量 龚的弟弟呢 是广州局的人 所以呢 龚小夏有渠道 一定会出卖郭文贵先生 所以呢 龚就把郭 龚就把拿到的 郭文贵先生的材料 传给了 传给了北京 这个呢 也就是郭文贵 获得通缉令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了 就是在VOA之前的话呢 就是419段播之前 郭先生呢 收到了一个红筒 其实是蓝筒 跟随爆料革命三年多呢 这真是一出 好莱坞都拍不出来的大戏 我们知道了 谍战肯定就是 已经很清楚了 你有我的间谍 我有你的间谍 逐渐的话呢 就是说呢 通过什么放料啊 然后呢 影响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走势啊 或者是政局啊 双方呢 都有间谍 还有呢 有色情 我们知道了 就是有马蕊的啦 强奸爱 马蕊到现在也没有出席 不知道马蕊现在跑到哪去了 还有中美对抗啊 还有网络战啊 信息战啊 或者将来还会有热战 就是像南海的军事对抗 或者是攻打台湾 说不准了 所以呢 一路沉迷到现在啊 所有的电视连续剧都不看了 我以前最爱的那个狼牙榜 我觉得就跟郭先生爆料革命来说 那都是小巫见大巫 真是长了见识 也增加了识别能力 现在呢 又爆出了 龚小夏呢 与吴征在一起 在华盛顿进行游说 现在呢 就看这部戏 接下来怎么往下走了 经常会想起呢 2017年呢 郭先生在哈德顿演讲 没有成功 后来呢 又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说那句话 黑暗已经来临 随着爆料革命的深入 更多的美国的沉默力量 和被中国渗透的力量 像华尔街啊 高科技公司啊 媒体啊 学术界啊 就像柳叶刀的作假啊 NIH 很多科学家接受 CCP的资金呢 WHO呢 逐渐的露出水面 才明白 从江泽民时代 对美国和对西方的渗透腐蚀 有多么的厉害 中共蓝金黄的力量 实在实在是太大了 尼尔就更加明白了 郭先生所说的 黑暗已经来临 是什么意思 若没有郭文贵先生 领导的爆料革命 美国呢 最后肯定会觉醒 但是呢 付出的代价 要比现在呢 大得多得多 反抗起中共来呢 也会难度大很多 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呢 和国内的国人呢 就有可能是 惨烈的中美对抗的牺牲品 上天呢 真的保佑我们 有了郭战神 有了郭先生带领的爆料革命 我们呢 才得以躲过一劫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